道具酒瓶砸头真的不痛吗 小伙作死挑战 今天你不就想要个面子吗 我给你啊 看着都疼啊兄弟们 小的时候我一直认为影视剧当中用啤酒瓶砸头 用的是真的啤酒瓶 直到我买到了这个 影视道具专用啤酒瓶 据商家介绍啊 影视剧当中用瓶子砸头的镜头 就是用这种瓶子拍摄的 而且据说这种瓶子还是用常做的 咱们开箱看一下啊 就这么一个倒具瓶花了我这么多 接不到吧你们 这够我买多少啤酒的呢 还送了两张啤酒的贴纸啊 可以看啊清倒啤酒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酒瓶的声音啊 跟塑料一样 这个是真正的啤酒瓶啊 咱们来对比一下啊 首先声音就完全不一样啊 再来对比一下大小啊 这个假的啤酒瓶 明显比这个真的啤酒瓶要大了一圈 它俩的颜色上也还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啊 这个更绿一些 可以看这假的酒瓶 它的做工还是非常差的啊 有这么多的噪点 但是底部也有这个防滑门啊 而且可以看 它上面那个瓶口也不是特别的圆 但是这都无所谓啊 因为在影视剧当中 那倒头就是一瞬间 谁也看不出来是在这家 那今天我就来尝试一下 这个道具酒瓶大头到底疼不疼 千万不要眨眼啊 当我在评论区输入养了个养 难道又出新的笑了吗 我试一下 养了个养 发射 哎呦我去还真有洋出了呀 来了 三 二 你们是不是帮我养个小星星 支持一下呀 来了 三 二 一 哦 哦 哇 这生意这么大 我去可以看啊 确实很逼真啊 看看地上的玻璃塔 而且它这本玻璃塔 是一点不割手的 它这个一点都不割手 我尝尝是不是糖做的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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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 辟谣了兄弟们 这个东西确实不是糖做的 一点都不甜 再说一说 这个东西打在脑袋上的感觉吧 不疼 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小孩都能接受 好几十块就这么没了 所以你们说 用真酒瓶大头 和假酒瓶大头 哪个比较疼 我尝尝